10月1個星期就出現了中東的新的尾巴衝突 我記得那晚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在英國打電話給日本的馮總 立刻問他財經方面或者金融方面 對於世界的尾巴局勢有什麼影響 我們就簡單交換了意見 應該是馮總做了一些指導 所以我們現在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左右 尾巴局勢仍然未見有結束紛爭的跡象 所以這個題目也很大的 但是集中來說現在這段時間反映出來 其實對環球經濟的影響是大還是小呢? 我先說兩句 我只是拋磚引玉 然後肯定有些厲害的事情 譬如將耳朵局勢就很明顯 那天就很明顯 什麼叫做的請教 一到一個msage 指定怎樣做 我又沒有問題 多個小鴨仔 雖然問到立即奉上答案 怎麼辦?又沒有事 我当时的说法是影响关系不大 如果只是说耳巴这件事 第一就是市场上并不是特别担心 原因是这个地区已经说难听 如果你当一个地球是身体不同部份 这个位置已经断了很多次骨 断了再断了再断了再断了 无数多次的风湿发作已经习惯了 一来市场对这件事并不是太害怕 就是你有一个本身不打开仗的地方打仗才会有 第二件事也是很实际的就是 直接来说虽然它位处中东部份 但是对石油生产的影响不大 当然之后会多说一些 会有些在某些我们叫做特定环境情节之下 可能会影响到市场 但是以现时的状况 只是耳巴不会玩的 大家修 significantly倾向伊朗第二层 或者创立美国还有某局 没attform这个情况就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說以巴先說過判斷 以巴勢沒有擴大 沒有變成中東戰爭 不會變成中東的整體戰爭 甚至大家擔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然後第二就是我們看油價實際的影響 現在油價正在討論星期六日就不動 大概是80元左右 還未到警戒水平 今季內如果要升穿100元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多 但以油價來說是可以三步跳就完成 80至100是可以三日至四個交易日絕對可以做到 如果你說去到這樣的時候 去到再上100元以上 那就需要警戒 在這個之前其實不是覺得很大關係 但拖耐了影響 經濟影響有的 這部份我們之後再討論 磚頭就是這個了 蕭先生 其實馮總已經是重點了 因為最精靜的一句 大家要留意一下 看多久的事就明白什麼事 就是一些打開仗的地方再打仗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心理影響 這個是真的 但我又補多一句 炮磚頸肉 也挺殘忍的一件事 其實所謂的死人也好 怎樣也好 你死的不是美國人問題就不大了 這是很明顯的 即使你說捉了人質也好 真正的打仗不是死美國人 也不是迫使美國出手 全面戰爭那一隻 在這個情況下 影響永遠是局部的 所謂的影響就是很短暫 如果你看回那個市場 你不斷杜磚斯也好 甚至是納斯特也好 其實全部都不是很負面反應 甚至上了 我想稍後下一個話題影響大 可能是加息 利息正常化 這一下才是重要的 就不是什麼是越不越加息 而是利率的Yield Curve 是差不多十幾年以來開始正常化 這個影響反而才會更大 我想大家如果真的做了投資的話 或者看了大市的話 就不要經常看著什麼政治市打仗 那些短暫的事情 反過來看著長線部署 真的看著Yield Curve來做人 也比較重要 但是你說到美國的大市 其實我留意到 或者應該這麼說 有身邊的朋友 不是港股就買美股 那美股這三個月 其實就好像我聽到一些朋友的聲氣 都是跌到啞啞聲的 不過近期就好像是抽升回上去少少 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跟債市有關係 我上網找到一些資料 我打美國債市 但很多簡體字 或者應該這麼說 是內地的一些財經報道 就說美國債市崩潰 就因為有這份戒心 即是內地的報道 不知道是不是誇張了 所以就請教了兩位 尤其是馮總 美國債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不是對美股所謂的跌勢 背後有一個內在的關聯原因 這個如果要說 可以很長篇 你也知道我出了什麼長氣 我為求不悶死大家 我嘗試用一個超級短的版本 如果你說美國債市 其實也不止美國 環球債市也普遍有這個現象 我們叫債市下跌 你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 對其他資產的影響 第一 其實所謂的債市下跌 債券下跌 其實就是債息上升 首先要知道這樣的東西 就是債價跌的息就升了 而債息升 尤其是美國的長債 即是我們泛指10年美國債券 至到30年美國債券 這些債息 是作為一個指標 是用來給大家其他地方 究竟那個資金成本 即簡單說借錢的成本是多少 現在的實際情況 就是之前大家聽到 就是美國加息 就是之前那一年 就由0 大概加到現在5 5.5 大家只知道這件事 但實際上 情況就是 債息升上去 即是長債的債息 就是由一個 又是 差不多貼近 那時候大概1厘 鬆一點 的時間 就在一個短的時間內 一年多一點就升到5 變成的情況就是 所有借錢的東西 都貴了 等於貴了4個大點 就是由以前 譬如可能 因為全部的東西都是加的 譬如以前的無風險 就是我們剛才說 是1厘 那你就可能 大概加多1厘 鬆一點 那你就可以借到錢了 那就兩厘 而一條1厘 就加了6厘 照出來 是的 再視乎你可能 你那個 在說 如果你的 債仔 底是差一點 沒那麼好的 就再貴一點 是的 那就會變成這樣 借錢的成本貴了 令到大家的問題 就是 你不能夠再買很大的槓桿 你要縮你的槓桿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這些成本貴了 會直接影響 長一點來說 會影響很多其他公司的成本 就是他們做生意 整體會很辛苦 會很難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股票的定價會便宜 以前很低利息的時候 那些股票的價值 或者公司的價值 是值貴一點的 現在就應該要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重壓力 第二重壓力 對債來說 就是這個 有些吊詭 就這樣聽是不明白的 雖然很多是 我們叫做環球的債券 但是他們既是債券 亦都其實是 用來儲存財富的地方 過去十幾年 很放水的時期 利率是很低的 變相全球很多的金融機構 銀行也好 很多有錢也好 用一個很貴的價錢 買了那些債券 然後好了 現在加息 那堆東西 含了一聲 跌了下來 不是跌很多 三成 至四成 這樣 變成問題 就是剛才說的第二部分 為什麼說債 以前的邏輯不是 不是的 以前的邏輯就是 債就是保守的 債下跌 就應該那些錢 流去買股 股升 但是為什麼現在債下跌 股又下跌 因為過去那十幾年的放水 就令到本來債和股 是一升一跌的關係 變成 就是齊升齊跌 過去那十幾年 其實債就升 股就受到債 因為無緣無故自己 不知為何發股 利好就變成都會升 如是者升了十幾年 升了整個放水的週期 好了 現在去到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是收水週期 收水週期 就有機會變成 就是 反過來 債下跌 如果債下跌 就造成負財 就是人們窮了 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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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沒有辦法了 不夠購買力去買股票 甚至乎 要在股票裡領回一些水 來貼回其他地方 所以如果長期繼續這樣加息 環球的債市 包括美債 這樣繼續下跌 其實是會拉動其他的 都很貴下的債券 都會下跌 其實其他國家都會中招 到時最後會出現一個 就是全球都一起賭貨 出街 然後換錢來做什麼 就是很多未知的世界 這是真的 是會發生的 但是 是一個很長遠的事情 如果我們討論這件事 除了說苗的事情 就是美國佬最醜的那些之外 其實就是很長遠的事情 要留意 不要想著我們今天這樣說完 明天就下跌三成 不是的 那件事可能會很漫長 隨時十年八再也不奇怪 逢了沒有說錯 又是一句精警的事情 前線的兄弟都說了 不用我在這裏煩 概念上的事情 剛才已經點題說了這件事 因為你那個 由那個Yield curve 由Inverted Yield 變回正常的Yield curve 大家已經忘記了 那些很基礎的 ABC123人 大家已經在那個很富貴的環境 十幾年 人們就永遠都在記憶短暫 十幾年以來 都是短期息高於長期息的 即是Inverted Yield curve 你已經習慣了 現在忽然之間 要過正常生活 那當然是雞飛狗走 所以逢了剛才說的 你買了什麼 買了什麼 已經說得很保守 免得大家心臟病 原因就是如果你看一下 你那個正常的Yield curve 應該是長息高於短息的話 你其實預期將來的收益 那個機會成本是不同了 也就是說 一個所謂一系列的資產 一系列的資產 是要重新定價的 如果說過去十幾二十年 樓價升了那麼多 大家以為是想當然的 的話 那你現在就PK了 因為像馮總說的 其實過去十幾年 為什麼股債會齊升呢 原因就是你不是靠一個 基礎的經濟因素 反正會倒轉 但是什麼事情令到這個情況出現了 就是拿了諾貝爾獎 那個貝南旗發明的一件事 Inverted Yield 按下你的長債息 控告你的短債息 壓住你的通脹 但是保持你長遠的經濟增長 所以他拿了諾貝爾獎 恭喜他 搞這些東西出來 問題是大家明白 當年他為了救市而創造出來 很想收水 很想調回正常 要正常化 問題是上次的正常化程序 什麼時候開始 為什麼突然之間 斷了和推後呢 是因為有疫症 忽然之間殺到大家 手忙腳亂 跟著烏克蘭又打仗 於是乎美國 原本應該是2020年 最遲 已經開始要縮表收水 利率正常化的下夜 是推到2022年才開始 而且是2022年開始 追回前兩年沒有做的事情 為什麼大家會忽然之間說 為什麼會這麼急 因為他有一個所謂通脹目標 要控制得而 否則你的經濟不能夠 永遠無限期地 滾下去 大家已經經常在笑美國人 國會又打架了 政府的債務上限又過了 你不能夠不禁止他 你不能夠沒有了財政紀律 否則你的後果更嚴重 如果美國真的發債 來撐著自己 撐著爆煲 死亡會更慘 所以 正常人來說 應該是預計了會有這樣的日子發生 他早晚也要計算數 你就不要拘捕自己 拘捕自己 拘捕自己也是全世界都拘捕 在這個情況下 他不是欺負你 他做一些很應該做的 不過是遲些而已 所以逢總說 你不要想到短期的事情 過去的十幾年 就是為了要確保 所謂金融風暴的後果 不會令全世界都爆煲 於是整個就是inverted Yield Curve 現在恢復正常 應該是短息比長息便宜 這樣才是正常的 問題是如果現在短息已經5厘 長息應該是多少 你想得到 除非短息會再低 沒有說話可說 不是不行 為甚麼呢 因為通脹開始受控制 不是失控的 經濟正常增長 所有的inverted Yield Curve 都是positive 反而為甚麼 現在忽然之間 這麼好景的情況下 你估債齊跌 是一個很痛苦的戒毒過程 十幾年 你吃債食已經上癮了 十幾年 你吃債食已經上癮了 現在叫你戒賭 叫你戒毒 這樣叫你減肥 等於叫我減肥 所以會死 這樣的情況下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你不做不行 否則長遠你真的會死 所以變成 所有不同的資產種類 都是會重新要計算 新的正常Yield Curve 定價 所以如果你說 現在拿了一層樓 放不放我不敢說 收到租樓 如果收到租樓 如果收到租樓 就頂不住你的公樓 你想想 你是不是要撐下去 接下來十幾年 你可能見不到家鄉 這是一個金融現象 另外就是其他的回報 租金收益 收益 是用正常的利息成本 像馮總所說 可能大家套現了 不知道為什麼好 現在很多人套現了 就放在銀行收息 假如你在銀行收息收5厘 我買樓收租收2厘 你為什麼要虧3厘 你解釋不了 所以很正常一件事 除非你的資產回報 是可以拍得住你的利息成本 你才是正常的投資行為 否則你的資產要正常化 如果大家很痛苦 就是這樣 但是一個好消息 所謂SILVER LINING 什麼加科 始終美國的經濟基調是好的 這是真的 歐洲可能還有少許衰退風險 但美國現在是有通脹風險 所以所有的生產指標也好 美國不是真的差得那麼厲害 有一部分 例如科網股 先前不是賺錢的 要靠利息來頂住 利息夠低 你錢夠便宜 你不怕燒銀子 銀子現在不是免費的 銀子不是免費的 就讓你燒 於是大家要開始 理性化這件事 到底值不值得燒銀子呢 我燒完銀子之後 是否會有收益呢 所以以前有很多 我們不是叫做PE 叫做Prize to Dream Prize to Dream 夢想價格 你已經沒有辦法再做夢了 腳踏實地 如果你看到很傳統 很實正的工業股 生產為主 反而其實股價 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差 有數計的 反過來 你那些科網 靠想像 作個故事出來圈錢 那些就沒有人走 那你不怪人 科網股會受影響 這是真的 甚至你說 中美是否脫鉤 是否打架 是否晶片 打仗 這個故事是預算的 問題是這些既成事實的風險 你要計算成本風險 和市場的走勢 大家才可以看到 長線的部署應該是怎樣 我聽說 其實剛剛上個星期 就是Facebook Tesla 那些都有公佈業績 其實業績不差 但是就說 因為長遠來講 那個盈利能力減退 所以反而就是 令到那個股價是跌 不過待會有請這個馮總 可能解釋一下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想說說 大環境的問題 想請教育蕭公子 因為這個就牽涉到 那個加息的問題 因為我記得我看了一些新聞 似乎聯儲局是給了一個預期 就是今年的年尾應該會再加持息的 但剛剛就決定了 就是沒有加息的這一步 當中背後的微言大意 整個背後的決策 是怎樣的呢 其實不是他自己的決策問題 美國聯儲局也看了很多事情 包括了你的市場 什麼反應 如果市場本身的動力已經推向 將利息成本向上調 的話 是不用聯儲局出手的 記住那句 你吃債吃上癮的話 要解釋很難的 也就是說 大家過去十幾年 習慣了看聯儲局連息 聯儲局做什麼市場操作 大家猜他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聯儲局帶風向 加上要減看聯儲局 問題是 如果經濟已經正常化呢 不是看聯儲局的 有一點點是積極不干預 可以不理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如果你長線投資的需求大 資金需求大 我也是企業本身 是肯給貴息 借此做長期投資的 這個情況下 你的市場已經正常化了 不用聯儲局出手 明白嗎 反而好處就是 聯儲局現在可以乘機縮表 大家 聯儲局可以乘機縮表 不用自己做那麼多事情 不用自己印銀紙 其實對於美國人來說 這次聯儲局的動作 反而我覺得 就是那個訊息更加明確 就是說市場 開始進入正常化的軌跡的時候 不用聯儲局做那麼多事情 你看回長線的息差 其實現在長息短息 那個u curve 是越來越正常的 不用聯儲局做那麼多事情 通脹就在上升 本來很高 現在跌很低 開始正常向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的利息是跟通脹掛勾的 其實你應該不用聯儲局做什麼的 通脹會導致 或者主導了你的利息走勢 聯儲局就省了 不用做那麼多事情 千萬不要猜錯 聯儲局說 我不加息是好消息 不加息是好消息 是兩種正式的 你正常化 不用惡家 第二 市場本身的經濟是強 所以利息成本才會高 所以其實不一定是壞消息 也不是因為聯儲局不加息才是好消息 這一點補充 蕭先生說得很對 基本上全部的概念就是這個 我們用過形象化更容易的 就是現在鮑威爾讓子彈飛 讓個債食 自己的債食這個子彈 多飛一回 他就可以先吃花生 看花生台 然後才有自己 因為本身現在的長期債券 就是有一個沽售壓力 就是一大群人以前蟹了 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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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蟹就慢慢逐步 就凹凹下來 所以就是會有這個力 就令到他有一個好像自然加息的狀況 不過如果說政策那部分 就是央行聯儲局 我想現在的位置他們叫加定那樣 然後就看看經濟這個病人怎樣搞 他會不會再發作 他突然間發作又發揚掉了 那你就再加藥 所以會變成的情況就是 正如剛才蕭先生說 就是說現在的通脹其實底部是怎樣 大家好像覺得木會落渣 這裡這個台的兩位 我和蕭先生都覺得是會上升的 但是再升得很厲害的時候 就會變成聯儲局就是那個加息 就是他看著通脹真的再厲害的時候 然後才再加了 而到時可能其實就是市場利率 即是說場債的那些息率 已經預先反應定了 所謂公售壓力會去到哪裏呢 即是會去到哪裏呢 即是會去到哪裏呢 可能就是流力 現在說難聽的 那些還未虧得入骨 那些還未虧得入皮 那些還未虧得入肉 所以這是痛苦的調整過程 就是以前買下的那些東西 買貴了 即是你的房子買貴了 你很尷尬也要賣一層 你養不起 那麼簡單 那是不是那些人賣樓 會賣到你那個經濟崩潰 會不會搞到銀行擠題 暫時又未 為什麼聯儲局現在所謂不做 也按兵不動呢 就好像馮總所說 先看好 到底我到時會不會繼續加上那些東西 還是我已經開始覺得可以給你減呢 那問題就是 除非你沽貨沽到經濟衰退 否則我沒有必要減息 所以我和大家行家說 就是那個平頂期 可能遲了進入 那問題不是不進入 也就是說你由加息加到某個位 是會不再加打橫走一會 才看好 OK 我才減的 就是要減結構性減 減什麼 有機會減是減短息 不是減長息 減少了這個 即使是一句減息 那問題不是通用 行得通的一件事 極有可能減短息 但是長息是任得自然發展 給通脹去主導這件事 而不是聯儲局去主導這件事 同意 如果用一個容易意象去思考的事情 就是現在這一刻開始 想聯儲局會怎樣做 基本上跌到 逐一點 不說錯 跌到什麼什麼 那時候才會出來 要真的死人塌了 非常之大 他才會出來接 你當那個圖畫形象化 就好像2020年的3月 美股跌到傻 跌到一些商業票 即是公司一年內的短債 都交易不了 這樣的停頓 那種情況 那種程度才會出來 而且老實說 那個情況就變成 之前大家都覺得 放水就猶如吸毒 吃白粉 吃了戒不回來 都是要再戒 好了 現在的戒毒過程 而戒毒過程 老實說 美沙銅越打下去一針 一針就弱過一針 2020年那次 還算是有兩年好日子 對 兩年好日子 就算這次再跌下來 很害怕 要怎樣 由大家想著 聯儲高友做救世主救 他這次救的力 是不會有上次那麼好的 這個是要小心的 所以就會變成 我們兩位都是這個說法 就是有這麼久風流 就有這麼久 然後就要有一個很長期的調整 和很痛苦的整顧 磨磨磨到大家的財產要失色 要折讓的期間 很難搞的 所以就是那個 所以早一點大家聽到 馮總說的指路明燈 應該就是你不是坐以待斃的 已經說了 你長線的資產配置 是要重新想過 你什麼都不做的話 不是要等居 這不關人事 所以如果你想著 你那個資產配置 不再好像以前那樣低息環境做事 你要調節 是預算好像以前 未爆煲之前的高息環境去做事的 那你就有機會還能賺到錢 你不要搞錯 這個事實 明白嗎 到了經濟基調 是不是好 經濟是不是在上 哪個行業 走什麼樣 這是很 fundamental的事情 這個時候 真的要做功課 做 fundamental research 你看到很基本的事情 你的cash flow 有沒有cash給你 cash is king cash是值錢的 情況下 你就重新佈置過 你的投資策略 重新佈置過 你的資產 你是要斬 你要早點斬 你是要買 你早點買 你不要到時候 我斬不下就蝕了 然後要買 買不到 買不到 這些不怪的人 不要說你不預先警告 我們就不敢拿著 水晶球 告訴大家 將來一定是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鑑股資金 到後鏡 你看到以前發生什麼事 加息減息週期 十幾二十年 香港人有投資經驗 都見過了 不是說某些簡體字報章 說這個會升 就是那個會升 你相信你自己是傻的 人家都沒見過金融風暴 是整個世代 沒見過金融風暴 你問他拿貼士來傻的 那這個說到是 經濟轉型的痛苦 我心想 一路聽兩位這麼說 美國人怎麼痛苦 都痛苦不過 對面海另一邊 某強國那邊 看著盤數的負責人 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那一群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現在停了加息來說 可能是對中國 鬆口氣的 例如 無論是息差 令到資金外流 又或者一個強美元的政策 令到現在人民幣 貶又不是貶又不是 會不會是在一個 現在不加息的情況底下 在中國這邊 你見到上證都上回3000點 流上 是否一個利好的因素 或者一個好的訊息 對於內地這樣的局面 還有一層柱光 槍笑 你還叫人看A股 我也免得看 大哥 你不要搞笑 現在國內唱空 是會被人拘捕的 有一個指數 指數不向上 你不用向上 你向下 會被人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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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死 沒有位了 記住一下 你主觀意願說想他好 我們不是想他壞 但是我們也免得唱壞 因為那個情況就是 現在中國裏面說要減息 並不是因為他的環境太好來減息 是他加不到息 大哥 他不減會死 是逆周期 正如剛才所說的 你現在已經 美國人可以放開盆貸 讓市場自己拿回 自己拿回盆貸 你就是長息貴過短息 如果借債借上癮 食債食上癮的人 從來都是債蓋債的 那會發生什麼事 你滾水綠豬腸 能夠蓋債就越來越少 因為你的成本越來越貴 為什麼首先爆煲借過龍的房地產商 就是不簡單而已 你資產價格調整 什麼價格 每出事就是樓價出事 就不簡單 為什麼你會發現 現在大家的債權人 都已經不抱期望 你將來可以長遠還到我的債 因為你還債的原因是 你可以賣樓 你賣的樓就越來越便宜 如果你賣得到才算 你賣的樓就越來越便宜 我借錢給你的息就越來越高 你會怎樣 因為早點斬樓 就這麼簡單而已 沒有第二句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資產配置 中國不是跟全世界完全脫歐的 如果他完全脫歐的話 恭喜你了 你可以回去吃草 因為改革錢就是這樣的 外國發生的情況中 沒有空間 沒有理由 你中國的回報是多少 如果美國 就像你剛才說的 我放在美國的戶口收5厘息 我還不用外匯風險 你要我放在你強國 你給我多少 還要計算風險 所以如果還要再減息 夾兩口 你回報更低 他為了自保保住自己 國內的資產不貶值 所以他才要減息 全世界都在加 機會成本就加了 所以即時看了兩條數 對外的金融關係 是在縮水 原因是人家在減息 已經知道什麼事 跑不掉 所以人民幣匯率 即時出現壓力 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件事 你直接投資入中國的錢 FDI 又縮水 想走的 多於想入 你怎麼哄都沒有用 除非你回報很好 回報要好到怎樣才叫好呢 所以現在你的風險因素越來越大 你不要忘記 你的風險因素越來越大 廣告公司都被人蓋上了 網上說商業諮詢 市場調查 投資銀行都被人抓 幸好我不過牢橋 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做正常事 你唱淡都死 我不看好又死 你不唱好都死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除非你叫我騙你 否則我寧願不說話 不可能不唱好都死 情況下 其實就是一個大環境改變 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 現在面對一個最頭痛的事情 你說你看好一回事 你套演島才算 套演島你才算 你走到你才算 大哥 走完你還要用人民幣還是美金計價 這幾個都加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看好 如果你看慣中國的政治風向的話 有一件事是更加恐怖 是嚇到你鼻孔都沒有肉 是人們可能不太敢覺這件事 但凡中國出大問題的時候 永遠把一個旗號出來 愛國勢力害我的 所以你的發覺忽然之間 就落了閘 說不准暢嘆 說這些鬼佬 利用金融工具 變成武器化 你會看到這些帽子亂飛的時候 帽子亂扣的時候 你是知道後面即將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準備把所有出的問題 都進入大帽那些人的頭上 也就是說問題肯定是來的 肯定是很大的 肯定是拆不了炸彈的 先找到那些傢伙什麼 這個投資銀行拘捕你 這個野村拘捕你 這個摩金拘捕你 你搶壞 你搶壞 你做空 你又不死 為何我會死 為何我會出事 你那些鬼佬害我 不是我自己以前定價有問題 不是我自己的外匯有問題 是你害我的 所以如果你看慣政治風向的話 這些你以為是虛的東西 反而才是實的東西 就不用我們做預告的 有一句 到後鏡 以前發生什麼事就看看 同意 基本上 我的小小補充 雖然還是不準備過了 那小小補充 就是 第一就是網上名言 就是網民說的智慧 就是珍惜生命遠離X股 這是第一件 那X是你自己對合作 你也可以是美股的 沒問題 第二就是 我也是那句 就是 用回孔夫子那句 他就是經鬼神如願之 那些我不是太知道的東西 以為你有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也對的 君子就不立 他三千點這麼高 怎麼這麼多 他旁邊呢 這個就是有些危險 照說 要想的 不是 以前 經常想 這個觀點 我和吳小沈 又跌跌跌 但我想 小沈 內心那句 我嘗試 我嘗試 就是冒險一點 我 多取多一些 你的 你剛才說 會不會 美國暫平加息放山中國 之前的想法 經常說要看外面的價格 也要看外面的 外面肯放棄 你說不要天真 越來越不關事 越來越不關事的意思就是你現在在機器看到那個價格 就不是真的那個價格 當它不動的時候 以前叫做什麼 站地不動 眼瞪瞪 小朋友在遊泳池上站著 眼瞪 german或是甚麼事 當然有不可告人的動作 根本就是這種事情 現在的情況就越來越是這樣 之前如果你有見過 已經有一個很厲害的 還有好用的 我覺得是因為曾經是em tone 就是明星級分析師 後來我不說誰 兩個字 你自己猜到的了 越寫的東西越來越 近年越來越寫的報告 分析報告就越來越完 講到用到裝紙 但一來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不可以寫實 寫實就是即死 第二 他開始給大家多一些觀看 以前大家太關注在人民幣匯加上 大家在接下來這段時間可以開始抹准這個東西 不重要的 其實他對多少是一個幻影 實情是否對得到 才是事實 而且你會見到什麼 就是用一個說法 其實真正的人民幣匯加 或者真正的紫水多少呢 你看著股市 或者你看著你賣得動的東西的價錢 你就知道其實實際是怎樣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現在年底好像息升下 可能暫時股值有些反彈 而原因是這個可能跟美元有關 因為美元暫時是比較弱的 但是美元是否會弱得到下去 正如我們剛才說的前面也說了 懂得聽就明白 很明顯告訴你 你就知道了 所以接下來會怎樣 應該明白 這個我就無謂說得這麼明 如果不是就會變成了 就會被人嚴打的 不會的 我們是一個愛國愛港的媒體 所以我們一定會發佈這個國家的政策 應該剛才蕭公子提到的 所謂的國安風險或者暢空的問題 就是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為目標 強調要加強監管防範風險 確保金融高質量發展 而在北京的國安部就在網上發文 直言會依法打擊懲治金融領域的危害 和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 國安部形容個別國家把金融當成地緣博業的工具 屢屢玩弄貨幣霸權 動接就揮舞金融制裁的大棒大打出手 一些居心可測的人網途輕風作浪 襯亂謀利 不單有看空者還有做空者 唱空者和逃空者 厲害這個四大街空 企圖動搖國際社會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網途引發中國國內金融的動盪 這些都是新形勢之下維護金融安全帶來的新挑戰 所以我們一定會宣示國家的政策 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我們不說國家 我們不說香港 因為剛才提到租房租值的問題 我聽過一個說法 我忘記了哪裏聽回來的 就好像說有奧凱成業主 就月供就要供樓供四萬多元 但是現在的租值 租出去都是只有二萬四千元左右 租出去都未必可以供樓供樓 另外有一個數字 我見到就是關乎到負資產的問題 都不是一些無權威的消息 香港01的 應該都是外國的媒體 金管局在第三季負資產的數目 錄得11,100宗 按季度升了2.3倍 負資產住宅按揭款項 涉及金額由2023年的第二季末 174億港元增加到2023年第三季末的593億港元 如果是按照數字來看 2009年第三季到2022年第三季 其實就只有最多1,653宗的負資產 但是根據現在最新的數字 就變成爆升了22倍 錄得12,164宗 金額由30億元左右增加到662億5200萬港元 這個就是負資產回來 這個其實對於香港人來說 不是很久之前發生的事 至少我這個年紀的人都經歷過負資產的年代 那麼樓市來說 現在你再又看到了 就是這個東涌又流標了 但是香港現在又厲害了 我們繼續這個發展新機遇 北部東匯區又來了 那麼究竟這個是快還是慢呢 就是這個我們不是說 會不會推倒樓市的問題 是說究竟是推倒樓市 是會擺出你的頭市 會想 還是這個 都是慢慢慢慢的陰桿呢 因為這個 看看兩位有沒有內幕 施政報告原本就說切辣椒的 但是就現在就 就沒有 有減辣 但是就是 三小辣就減到五小辣 就沒有說完全切消過辣椒的 那究竟當中 背後 是對於樓市來說 這個信號 對於商界來說 是不是都已經是 就是 已經是 哀莫大於心死呢 因為你看到的 你是不停地這樣 有之前 行龍啊 還是有誰 個個都說出來說 這個樓市 穩賺不賠的歲月 一去不返 那麼連行內人 都已經是 講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麼實際的情況 是否更加 慘淡十倍呢 你想要有多深入才能嘗試 很多行家在這裡滴汗 也是 上個星期 我跟地產的朋友 就不要說輸到什麼家科 只是口掃口賠而已 只要吃飯 還沒曾施政報告 已經說了是不會切辣的 原因 大家都猜不到是為什麼 你跟樓市是無關的 很多人沒有留意 你切不切辣 是跟樓市是無關的 你想一下 到底香港政府 需要的是什麼家科 你想清楚 需要的是什麼家科 為什麼無緣無故 經濟萎縮的時候 是逆周期 去投資北部大都會 填海 拼命搞基建 你看到最新公佈 同期出街 沒有騙你 你看到GDP構成 GDP構成是什麼樣子 你所有部件都是縮的 只有一個部件升 就是政府的投資 就是固定資產增長 其實就是幾十年前 國內那一套 沒有增長 起公路 其實香港面對的情況 跟當年大陸一樣 你那個消費也好 你那個零售 貿易出口 全部都在縮 只有一樣的政府 控制到 令到它不縮 就是基建投資 固定資產增長 所以你發覺 其實要撐著香港的經濟 是沒有駕駛的 是沒有駕駛去撐著香港經濟 那你唯有用一些很古老的掩眼法 就不要增大GDP 我投資基建 固定資產增長來支撐 那問題就來了 很過癮 那問題在外面是正在加息 你正在加息 你固定資產投資 你要不要借貸的話 如果你要借貸的話 接著第二個問題就來了 香港政府的credit rating 你想向上還是向下 現在就已經是千多億的財政赤字 不覺得它有可能可以減少財赤 賣不到 又沒有任何稅收之類 你減不到財赤的了 所以為什麼倒推出來 為什麼可以跨下海口 說那個辣椒一定不會切 只是因為減爛不會切爛就是這個意思 也是結構性問題 香港政府公共財政收入那幾個東西 你的個人入息稅有 企業稅有 全部都縮掉了 你預了它縮掉了 走不掉的 那有什麼可以說 基本上相對穩定 不會縮的呢 那麼你那個差響啊 甚至你印花稅有 股票印花稅也不減不行 那問題就是 好過我一件事 它不能夠令到這個category不見了 你小心一下 它只有幾個項目 有公共收益的 如果我做國際評級機構 看著你香港政府的數目 你加加減減 我都可以說你短期痛苦 閉上眼都照簽啦 你credit也是三條A 無所謂 那問題是 如果你整個category不見了呢 你減少了收入來源呢 我作不了一條數目給你的 我想對你很沒用 你撤鬼了 那怎麼辦呢 為什麼你橫橫雙購 情況下 你只可以減辣 你不可能撤辣 即使你不撤辣 也可能收不到辣稅 也可能收不到 問題是你的category在這裡 你的category在這裡 你還可以作出一個股票 將來經濟好會收得到 將來經濟好會收得到 將來經濟如何好 其實現在基本上是惡性循環 是惡性循環 到了最後 現在大家緊張 是甚麼加火 最重要是敵漢是甚麼加火 金融系統是否撐得住 你的聯匯是否撐得住 肯定被你數牌 你的儲備是在插水的了 你千多億赤字 你只有五千六千億的儲備 你還變了多少錢出來 你賣地 有本事 到時就是爺爺來打救 所以你說 預先警告 還是有大樂會來衝擊你 也情有可原 即是預報定都對 即是這個情況 我們已經說了 所以真的提升大家 持營保財 即是賺不賺到錢 不是沒有 現在的行家還在聊天 還賺到盤面半碗 你賺政策錢 不一定賺到 政府一定給你錢 就一定收 你坐在立法會裏 不用做事 名字都沒有人記得 十幾萬個月 現在變成了很多政策性的東西 你是會賺到錢的 又或者現在的地價低 樓價低 你真的有閒錢 你算得到數 賺得到的 你就納地 納物業 我有個師妹做某行生意 他的物業出租 100%出租到的 100%出租到的 出租得來 他收的租不太貴 但是成本夠便宜 他還在賺錢 即是逆市賺錢 是有的 你不能說沒有的 但是很清楚看到 風險是什麼家科 幸好先那兩年 他沒有亂借錢 這很緊要 否則現在死掉了 不是所有行業都一定死定 有些行業是會賺到錢 逆市會賺到錢 但是你一定要留意 風險是什麼一回事 本質是什麼一回事 不要亂猜 OK 基本都沒有太多補充 很害怕 真的這些行家出租 就知道有沒有 唯一一件事 就是大家留心一點 聽一下剛才蕭公子說的 其實已經很清楚地告訴你 短質兩三年長 都是不連到的 會是怎樣的 大家都心目中有一條數 不過真的要自己計算一下 和議會一下 如果有一個巨體投資 就問我馮鐘 不關你我 我不搞同事 巨體投資怎麼做 可以談 但是剛才說的 那條數 我想是多少錢 你計算就知道什麼 是 吃飯 聊 大家心目中都有一條數 都說得很明白 這次都真是很難 國安的朋友 會不會搭桌子 搞清楚 大佬 聽到麥克風無所謂 國安的朋友隨便聽 吃飯的話 都少見樣子 就麻煩你客客氣氣 加上一份飯錢 不要做順風車 但是最後我想反過來說一說 美股的 因為這是很多朋友都關心的 雖然我們不是給貼士 但是對於股市的走勢 我們透過市場看本質 透過金融看現實 怎麼都反映得到一些社會經濟的狀況 因為我們一開始 剛才我提到 美股基本上 原本這三個月都是下跌的 但是過去一個星期 是由這個 如果說到斤施指數 由32,600升回到34,000 那是不是真的打仗 大家 美國人都覺得很開心 打仗啊 這樣 是令到這個成為一個 升市的因素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這個 這個升市會不會持續呢 是要交給你 這要講一點 基本上大家 我想主要的位置就是 看這兩三天升得很厲害 聯署局說話支持 之後 11月1日 開完聯署局會議那晚就升 然後就彈彈彈上去 其實說真的 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 就是 就是街道 你當作 叫做基金路 大家都非常之需要跑數 無論如何都要想過辦法 大家的確確都是跌到底 只要你是跌到底 還是跌到懸崖都好 那麼你也是要摺紫 所以 所以年尾都要想想办法 年尾有很多 现在已经说到 连牛头国逊数都上口 季节性因素 凡年尾也好 凡年尾也好 凡美国大选年之前 那一年也好 人们完全不会理会 今次是怎样的 只看以前的路纸 今次也是这样 所以就觉得会上升 而且之前跌过 跌得厉害 调整 所以就会有反弹 你说是否会这样做 都会有些机会 年尾 但是会不会由现在 11月头 就升到12月 像圣诞 那样的机会 我就觉得不太高 因为这件事真的太容易了 真的闭上眼 就赢钱 没有那么多好处的东西 这两个月是会反复一点 但是会有些逗袖 就是那些 就是大家 你不买就不 那就把最后的口 就是大家的 我们以前的逐一说法 就是交易完之间 叫做室級punches 我真的抱歉 就是这个位置 其实是差异的 那你就衝出来 就把你夾起来 然后最后都是 都是落 就像是这样的状况 就多个比你很 好 就是 比你很安全 很好地 升到 上到年尾 大家拍照 开心心 就不是太过 觉得这么容易 发生这件事 所以就变成 你说 做你的年尾操作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 如果你说 当你这段时间 听到 旁边左右 平时都不是怎么留意的 那些突然间 大家好像 中了钢 一齐 就说 不是气股 QQ 什么TQQ 你会小心一点 我就觉得 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暂时来说 唯一比较实一点 是短期来说 因为刚才说 债息涨得多 美元又强 这个趋势 会因为暂时有个整固 或者有个后抽 这些东西会有回多一点 但是你说 当债息回回一点 的时候 是利好股票 还是利好债券本身 可能是债券本身 又或者可能利好的是金 暂时可能是这些 我会觉得 比较有多一点信心 短期炒 你问一下冯总 我建议你不要 因为今天 连美国地产也升 鬼估到你 刚刚才传出了 带来给阿昌 你Financial Times report 那个trend 逐个sector 你怎么知道什么 所以你如果落错资 赚不到钱 过过一年 过过一年 你加息最惨重 最加急速 过过一年你赚不到钱 你落错sector 你该死吧 你先选股还是选市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房地产 插水的 一年跌9% 不是很严重 但真的跌了9% 你今天升了2% 一回事 你加息 但是你想怎样 但是如果你说 通胀来的 很明显 你看Consumer Staple 那个必需品 就是必需的消费品 一年升了14% sector 你买错股 我不计 sector 升了14% 今天还在升 问题是 如果说 加息 会影响你其他东西 你那些必需消费 影响不了 如果你的经济 真的好 那你那些 所谓Consumer Staple 就升了 很正常的东西 但是其他的 例如 Technology 也要看什么股票 如果有些 真的燒了 銀子 但是如果看 Technology sector 一年是升了36% 他没有跌的 是个别股票 如果真的 涨太多 又或者 不是那么多现金 交不到数 真的漂亮的 但没有预期那么漂亮 没有预期那么漂亮 都可能 已经被人 取消消费 减少少少 所以看一个sector 是不一样的 那个sector 最惨你猜不到 就是 Utility一定会跌的 跌9% 跟这个realest 一样 因为你的utility 是派息股 是收租股 那你那个利息 升了 或者债息升了 那大家 调节你那个 英计的收益 那你也会跌 一样 就是债利 加息 就债利跌 Utility又跌 所以记住有很多东西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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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你看这个sector 看这个sector 发生什么事 大致上的sector 你已经猜到 所以你说 买股 才弄清楚 你买股 就可能个别的股 你分析很辛苦 但是看大市 你不会错到去哪里 你也看到 你不用等今年 对去年的数 你已经知道 你预了是加息 加法的了 那所有和息口有关的 不是做一些适当的调节 这些事情 没得骗你 好了 解答了很多观众 或者网友的意见 那我就在这任务完成了